行动党重选风波闹了三个月 如今终于获得社团注册局亮绿灯 社团注册局总监穆哈默拉进 今天在槟城北海召开记者会宣布 当局已经回函并且同意 让行动党所委任的审计机构 为该党举行重选 我们已经合同 与我们所谓的DAP 是一把握自由 去保护整个CECDAP 至于什么时候要举行重选 社团注册局则是把决定权交回给行动党 但预料会落在11月12号举行重选